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简单的橘子馒头的做法 来试之前的做法 50克的皮包20克的馅儿 然后户口收拢风口 团圆圆给它整理的稍微高一点 中间扎一个小洞 用工具压出5个印来 用七本针戳出橘子的纹路 用模具压出一个绿色的小五角星 再贴到刚才扎的那个洞上 用工具稍微给它往里一戳 那这样一个橘子就做好了 最后就是刑发争执 喜欢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哦